我們看這題 他說試求這條直線的X結距 Y結距 還有求這條直線L 跟兩軸所為成的三角形面積 首先我們把這個10移過去 2X加5Y等於10 那X結距怎麼求 X結距的話呢 是什麼 是說當你Y等於0的時候 它跟X的交點 所以你令Y等於0 那Y等於0的時候 那X就等到 等於5 當Y等於0的時候 所以X結距的話等於5 那Y結距怎麼求 你就令X等於0 那就得到 它直線跟Y軸的交點 就是說 當你呢 這個X帶0的時候 X帶0 這個時候Y等於多少呢 Y又等於2 所以 Y等於2 所以它跟Y軸的交點就是這個 這2 那通過這2點的話 所以直線 直線這個樣子 那麼 這2個軸跟L 圍層面積就是這塊 這塊面積多少 我們叫做小A 這是原點 小A就等於多少 X結距 Y結距 乘以Y結距 除以2 那結距有可能是2 所以你最好加絕對值 絕對值的話呢 5乘2 8除以2 就是底層高 除以2 所以它面積等於5 X結距 X結距 是等於5 Y結距等於2 Y結距等於2 然後面積是等於5 所以這個X結距等於5 Y結距等於2 面積等於5